要先来直接就戳破了民进党的阴谋 也就是现在检警调媒体带风向 也就是好像要让高嘉瑜的家暴案止步 也就是一切停损点设在林秉书的个人行为 他现在关在牢里 他还首度透过律师发表了声明 这个声明其实就是道歉声明 我们请导播带我们来看到 他其中提到了一些 一些关键的用字 包括他说他对社会家人高委员郑重道歉 可以的话他也愿意跪地道歉 他说他是一时造证并发 没有办法克制自己打人 那么同时他提到了 我配不上高委员他跟我在一起 这辈子最大的错误 已经当面道歉过100次 一度得到高委员的原谅 所以在这边他还是非常后悔 那么也向连累的亲朋好友 扣手致歉 他说他人生完了 他既然多年之后有机会重获自由 也很难再立足于社会 我们就先看到这边 很想点拨一首我不配 他说这个很清楚了 这个亮哥 显然现在完全就是到他个人为止 纯属个人行为 就请大家不要再无限上纲了 扯什么网军 扯什么民党内那些很复杂的政商关系 他连律师律舰都还可以配合 高层的方向然后来做放话 是吗这是配合高层方向吗 因为高层很明显就是要淡化这件事 所以他提 全部归因到是他个人家暴 就是除了家暴之外就没有其他案子 他请大家不要添乱 就是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家暴案 那是这个人混蛋是人渣 那大家就盯着这个人就好 那他也承认他是废人这样 那他也不忘再损一下高家瑜了 就扯到什么劳力士400万之类的 所以简单讲就是又回到 他们两个之间的矛盾 很远对 那当然高家瑜今天就立刻否认 可是基本上基本上就是把逻辑 从公共事务转到男女的家暴案 那个逻辑很清楚 那包括说那个汇款单 或者是账户的存款 通通都是造假 P图 然后板桥地检署也出来说 那个QB也是假的 那真是奇怪什么都是假的 那怎么都会流出来呢 真是奇怪 那这个案子的造假的人那么多 你们怎么不去抓啊 那你有看过一个家暴案 会扯出这么多的造假吗 如果只是单纯的家暴案 那照理讲应该就只有高家瑜 跟林敏书两个人嘛 那为什么会扯出账户啊 QB啊 然后一大堆那个LINE的截图啊 然后那些当事人也没有否认 有一些人还承认 连张宏志跟段宇刚都承认打了电话 那为什么不说连LINE的贴楼都造假呢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而且坦白说啦 那个中刊的第二期啊 也看得出来啦 也是要把它回推到家暴案 所以我认为啦 就是说除非有进一步的资料爆出 不然否则这个要作为一个公共议题的讨论 就会越来越困难 那当然除非这个黄阳明啊 除非徐晓星啊 除非伟汉啊 这些公共议题的部分 发出新的料 找到更多资料 突然被亮哥Q到 因为伟汉这个很多人会把资料提供给他 我这次都没有报什么 长期作为公道博这样 这次都是阳明在报 对啦阳明啊 所以阳明压力很大啦 因为我昨天看到他只睡两个半小时 而且我们约不到他啊 他通告全满 我知道啦 我会碰到他啦 昨天他甚至在友台的节目 压力太大就哭出来这样 那因为有一个网友也是很激动这样 这个他当然饱受各式各样的压力啦 包括媒体圈的啊 包括政界的啊 不过很多议题都是这样出来的啦 坦白说啦美国 美国五角大厦那个文件 如果不是 不是两个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坚持到底 会有结果吗 对不对 那当然有一个对应的深喉咙嘛 对不对 可是如果没有那两位 现在已经成名了啦 变成历史经典的两位记者嘛 对不对 这个案子一定有深喉咙嘛 我讲白了啦 因为一般人绝对拿不到账户的资讯嘛 拿不到汇款单嘛 拿不到什么叫H画家嘛 对不对 拿不到QB嘛 那还告诉我们分成四块 对不对 这个一定是有某个深喉咙嘛 这个我难以想象说是有人系统性的伪造 那这个人是不要命的是不是 是啊 这个人竟然敢对着政权这样干 你的长官也很不喜欢这种行为 对不对 包括法务部长包括调查局长 我看都不乐见吧 国安局也是吧 那更不要讲苏贞昌跟蔡英文的嘛 那怎么会有人对着干呢 所以我认为就是有人实在是看不下去啦 觉得这个案子当然它是家暴案 可是李秉书的行为有公共层次 有公共议题面啦 那是值得讨论的 就说你政治怎么会变成这样 一个43岁无业的博士 那他的账户可以有这么高的金流 然后可以影响那么多人 那可以办一个比立委级别还高的 母亲的告别式 那这个社会是怎么回事啊 那这个问题你不用问吗 那竟然还把原因归因到说这个人是骗子 如果是骗子还搞得出那样的告别式吗 你显然搞错了吧 我们必须先做一个结论说 这个人能力是真的有点本事啊 不然你怎么搞得出那样的告别式 因为这个告别式是真实发生嘛 我们看到一堆立委嘛 司法界嘛 企业界 真的都参加了嘛 这还能造假吗 可是他们都说全被骗啦 全被他骗啦 那我们台湾就是充满白痴的一个国家是不是 怎么可能嘛 我跟你讲啊 如果你连这里都不承认林秉书是个有本事的人啊 那你这个是挑战所有人的智商啊 这个社会会成功有一定的逻辑啦 那 大家并不像陈学扁被黄旗骗啦你知道吧 李秉书绝对不是黄旗啦 这些人都是社会打过滚的人啊 政治人物司法界跟企业界都是 那他们为什么会深信不疑嘛 对不对 那表示他确实抓到了一些经营权利关系的要害 那他确实表演的不错执行的不错 这是事实嘛 那我们就要问说 为什么这些关系会这么容易被一个人所掌握 他是用了什么方式 然后能够唬过大家嘛 事实上也不是唬喔 因为事实上他叫得动这些人啊 包括参加告别室 包括帮他去瞧媒体 瞧疫苗他也瞧到啦也打到啦 对啊然后还包括他赚到钱 这都是事实啊 所以事实上这个议题的本质是我们要问说 我们这个社会怎么会变成这样 只要有一个人善于经营权利关系 那他就可以得到方方面面的好处啦 所以他可以赚到钱 他可以由名人权贵来参加母亲的告别式 然后他可以得到疫苗 然后他可以搞一些事情 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 这个才是这个问题引起 这个社会瞩目的原因嘛 我们事实上已经不在意 高嘉瑜跟李敏书怎么家暴了啦 因为那个就交给司法嘛 可是你现在要带一个风向说 这个就是家暴案其他都不重要 你不要添乱 我觉得你才是添乱 你对台湾社会台湾政坛 充满了这种诡异的扭曲的现象 你故意要淡化 那到底是谁在添乱 我看你才添乱 对因为这个你说牵涉公共议题的部分 能不能再办下去 目前看来颇为悲观